大孩子 國中瑜伽 好整齊喔 來到主人之家 議長童之偉探視孩子 特別來到房間 和孩子們閒話家常 妳是這麼漂亮喔 妳才六年級而已 那妳之後國中要讀哪 惡性吧 惡性啊 或者是巴董 小女孩書桌上籠子裡 飼養寵物球球 每天陪伴她 童之偉鼓勵孩子 認真念書之外 還到孩子們平常坐席的 圖書館 寢室和書房 了解孩子們的需求 親自送來月餅和柚子 和孩子們合影留念 但想到中秋節人團圓 孩子們卻沒有辦法享受天倫之樂 其中一位孩子突然認出議長 讓童之偉忍不住落淚 剛我來走 有一個小朋友說他看過我 他是南龍國小的小朋友 我也曾經受過他種子 我不知道他在這裡長大 其實他也很活潑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 提供給他們的環境跟教育 我非常的敬佩 所以我真的真心發生內心的感動 我希望未來我們可以有能力 可以繼續幫助他們 看著他們成長 然後讀完大學 然後回歸社會 談話中久久不能自己 議長通知委特別探視 考上高中的孩子 希望大家不要放棄自己 而且他很棒 他跟我們約定 他每天都不用手機 他每天都是去 去跟那個客服老師 開始拼他的會考 所以他的會考 考的居然是全班第二名 你知道 所以他孩子們的潛力很強 只要我們給他一個環境 然後只要他心 最主要是他願意 可是我想我今天來到這邊 我覺得最大的感觸是 也許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他當然很需要物資的協助 但他真正最需要的是一個環境的關懷 所以在這邊我覺得我 我們如果有機會 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我們很願意大家共同來協助 讓我們這個環境 他有更多的關懷跟關心 然後可以集中更多的資源 我剛剛跟一個那個 有養一隻小老鼠 叫球球的那個小女生 他說他來半年 他半年前來這邊 他都不跟大家互動跟講話 可是他現在很活潑大方 然後也很用功在讀書 剛剛我們去看他的時候他在讀書 所以我覺得 我們希望 我剛剛給他們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們要勇敢的做自己的夢 努力追求自己的夢想 未來我們有成就 有一點點小小的機會成就的時候 我們應該也要像這樣子 像我們的主恩之家 回饋社會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 我非常感謝議長今天特別來關心 中秋節應該是合家團聚的日子 最近孩子很可惜沒有家可以團聚 所以呢 我們還是一樣跟普通家庭一樣 我們盡量的設計出一些活動 讓他們參加 中秋月園人團圓 議長通知委和愛心人士 一起探視失憶的孩子 送上關懷和溫暖 希望孩子們能夠健全成長 真情流露 讓在場人為之動容 記者黃少民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谢谢大家